字幕提供 邀請到李教授 他現在也在國安委 是我們台北大正東西的教授 對到資販的 相關的調整和國安的問題 邀請李教授來跟我們總體做嚴格 我們路由我們的課聲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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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律師的介紹 今天很歡迎 現在很久沒現場的 還是現場的 目前視訊的慣性 不開始視訊的事情 不再的慣性 對著空氣的講話 現在現場 過後現場也都在外國 今天 因為大部分 八十的前衛 都在現場 大部分是佩優 或是很多的經驗 所以我今天互動的方向 應該是說分享 現在 全世界於台灣 在 資訊安全和國安的議題 讓大家知道說 大家應該可以 看我這些意見 因為我們這個 畢竟是 滾動式的調整 那 滾動式調整 尤其是 治安的議題 和私選的議題 我今天是 戴口罩 裡面 戴太空中心 三十幾年 口罩 是要戴太空中心 三十幾年 口罩 大家知道 我們都 我們都 衛星一年 有的 什麼中心幾號 或位子 還有什麼 結果 最頻繁現 說 衛星都會被 貼紅 有泰克風 所以 有的影像 其實是被圍造的 甚至你找到的 GPS定位 所以 可能是假的 你如果是假的 你飛機會被修走 你可能在運燥 或是車運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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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來的 坐標準是可以的 所以 衛星 的安全 就 變得很重要 我那天 有方答題 這個合作議題 我去找太空中心 我們有火箭 飛行中心 我說 你現在在那裡 你做這麼多人 都一整整年了 你們衛星安全的團隊 可以介紹一下 這還會說 太空中心去了解 沒有人做衛星安全的 你說大家都在做衛星本體 以前我們不能做發射 因為 我們做發射是違反一種 就是國際那種擴散主義 因為我們是那個 那個團隊的成員 所以我們不能做發射 所以你看 我們每次都可以 送去 報發發射 我們現在 首先 那個雄心比較大 他就說 要自己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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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未來太空的計畫 我們就自己發射 在冰島 漂浮 發射 當然 這個跟國際的 原因是 一種模糊地帶 因為他怕你比較少 你會在做衛星 所以 我們是 這個 很多人被限制 回來就說 發言說 現在資安是無所不在 那既然無所不在 所以 我們來看 為小英總統第一人 2016年 他就開始喊出說 自安是國安 也是很巧的 其實我兩千 控一年跟兩千控四年 我在建議 是政院客戶主 就是現在的 行政院客戶主 做負責 一年 一年就要 對國處理資安 所以 我現在開始 咦 咦 我們台灣 既然沒有一個 資安監控中心 有的國家都沒有 所以我們才建定一個 國家的 資安監控中心 恩壽 然後才成立 現在大家都知道的 資安的技術支援中心 那當時 他已經夠了 所以都是 第一天建 他的客戶主地 處理資安 到 日本 2021 因為總統 把資安當作國安 所以這個工作的 好 國安會 資安科技衛隊的 國安會 走來去國安會 好 所以那時候 國安會 底下 第一天有這個 就是那個 李德財院士 國安院士 他媽媽現在 都會退休了 那 他到第一天 就是我們說的 資安國安 1.2 那 因為他 整個 國家 對這方面 其實都 有什麼事 所以我們從幾個角度 來發展 我們的 這些東西 各類的組織 組織 那個組織 我們以前 有建立國資安組 我們有一個 正式的 資安組織 其實我們台灣 也有一個 正式的 資訊的組織 所以我們現在 成立立立法庫 就同學 所以台灣 一直到幾年 開始 再有資訊 資安通訊 傳播 網路委 主責部會 沒有以前 沒有的時候 就是看部會 看部會 就是政委 要協調 所以科衛辦會 去做協調 沒有主責 機構 發揮的缺點 我想大家 很多人 都不去 幹部會 還是不去 大家都知道 沒有主責部會 很多人 是沒人怪的 所以上網的規定 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 都有內證部 為兒童福利法 在完網路 大家為什麼 有兒童福利法 在完網路 只有兒童福利法 裡面 有提到網路 啊 兒童福利法 提到的網路是什麼 提到網路是 網路的內容 不能讓兒童 真心不愉快 所以 我們這種網路內容 對兒童發展 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直接 下架 不經過什麼 皇帝與律師 去處理 直接用內證部 這一條 直接把內容下架 大概只有兒童 然後 後來通過了食品 那個法之後 好像 為了防疫什麼 你也可以直接 下架 出的都可以 所以希望 今年 書發部 想法案通過 應該 投票處也開始了 我們希望是 今年年中 應該可以成立 所以你看 2016年之前 台灣是沒有一個 資安的 行政院的 盛事的組織 有一個任務編主 叫行政院的 資安辦公室 大家知道 資安辦的組成 怎麼組成 就是延建議成立 很多辦公室 我們知道 以前辦公室的組成 我找 某某人 來做辦公室組成 對吧 結果 你怎麼去組織的團 我就說 我給你10個人 你10個人 你10個人在哪裡 你就發展公室 給我一個伴揮 說我要請你這個資安辦 對吧 你有合適的人 能夠 借調過來幫忙 然後 對經濟部 就連上司 連規的規定 就 你說 這是人性 對吧 我們很多施政 都要符合人性 那今天你是經濟部 你想到這個功誤 你會像你家裡頭厲害的人 派來這裡 還是像你家裡出色的人 派來這裡 對吧 所以這部編圖 都做得不太好就是 他所親的藏 的成員 是各部會去排 哇 想到這個很高興 我們家裡有一個人 大家要跟別人家相約 不去想 對吧 對嗎 當然沒有這麼嚴重 不過大家 只覺得我們有人性 我說我現在在國安科 已經在科技的大學 大家都是對著電腦無尊 現在回來的 我的知屬老闆 是吳玉雄醫師 他經常都說 他都很有事 他都用人心嫌惡 對 對 然後一旦換的時候 他都用 你不可能用這個 人意到的 你該說 一定是用現實 賺錢 全世界的公司都要賺錢 不可能說 就沒有好台灣 他有事 對吧 說的 我都不懂得聽 結果一年後來 就輸入了 尤其是 我有可能有原因 建的一個F16維修中心 這個維修中心的目的是 要把洛馬的生意牆過來 有 有 我們總統開 open S16維修中心 就輸入了 家 messaging 工作人員要考慮 結果 路到現在都沒有人 譬如說疫情 哪有可能來 我來幫你培養起來 你生活的生意 這完全不符合人性 和公司的利益 這你一年前 我就已經我孤狗 跟婦女孤狗 他就這樣說 他現在我覺得 這種有經驗的 就很好的 你領很多東西 我們跟政府 都在提電 都不會落實 我說的第一就是法治 我們成立的治安主要 我們成立的治安管理法 大家就覺得很好 不過我已經有法律感到 我說 我記得一回 那個治安處長叫做 就是 譬如說他要是法律領的 到底有法律 落實 他會做的 有在做的做的 結果我們治安管理法 已經同歸到今年三年 對不對 一年年就同歸了 我們現在政府 到現在 到今天 不要說民間 法律 我們政府 台北版治安管理法 來賠償 就是說 人都沒有幫 很多人沒有幫 我們自己訂一個法律 說A級單位 這就要死的人 C級單位這就要理的人 C級單位這就要錢的人 對 第一 第二 就是 人 這個領域外面的情勢 很大 全世界現在 不是一向一致資源 大家如果去北美歐洲立法 一定有資訊之攻 你看全世界 市值前十米的核心 對 以前都是AAMG 對不對 現在 現在那個 改做 AMG 然後 這支高原大力 一二三太基電 快速了 然後 你就發現說 全世界市值 在疫情前 破一兆美金 就很厲害 對不對 結果現在已經有兩間公司 破兩兆美金 甚至一間公司 最多三兆美金 還有兩間公司 本來有三間 有四間 超過一兆美金 所以你看疫情這一段時間 剛好是 自動訊治安發展 最快速的時候 所以 談了說 到底這些法治頂 都要投入什麼 再來 他說 你用A級 B級 C級 你用A級 就要選 問題就是說 政府公安會 公安會 有一個執行單位 他已經是 他的主席 他是總統 他即將我們先給行李出展 然後 他等於是總統的 有點是 總統府的 對應到行政院應該是 就是等於政府 和院長 你看 他其實是人貌責 行政院院本部 他的人貌責責 對 所以我們就去小協議 不要 那人貌責 他不是很重要 所以要選A級 所以這個法有一點問題 就是 他在A級 國安會 就要4個資安人力 問題是 我們的國安會 才100公司 我們的資訊部門才做的 你如果有可能 5個人 給很多人 做才14個人 做資安 就不可能 資安就是 跟資訊 人力搭配 所以 你論上 資訊 你還不知道 那些人比較多 因為你做服務的人 比較多 對不對 沒有可能 說一個人 做服務 現在政府 通常說一個人 做事是沒有人感到 一個人做事後 你有那個 陣風 神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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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大靭江貽 爾 原著 Ordg 閑 神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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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政府 人力比率 跟國際 他沒有 德國 國政府 一定會 就這樣 不會把正風 我們不會把正風 和會計的 比率 這麼高 一定是 unfolding 人要 tav Goo 因為他們都頂 heating 所以在善受的資資跟人力 這是有一個問題 現在問題很難解釋 我就想像這樣 郭畢産一來就說他是學法律的不要遵守法尊 所以他還一直說我家有可能用什麼風險 補足四個資安人力 他說紀元法律要這樣說 雖然沒有合理不然你現在也要先這樣補 還有你自己的法律裡面有什麼 在這兩年裡面可以有兼任人力 或者是約聘務人力或者廠商 但是現在兩年又最近又過去了 所以只要你說現在要轉動的時候 所以今年我們很一天 大家在開會討論的時候 就是高校要先補 明明建國的資訊人力資安的歷史不足 希望今年我們一年多補八十多個資 因為現在建國超廠四百多人 問題就是說 一天考試院秘書長跟他說 不好意思 所以要把你額外錄取八十個人 可是正式的一百多人還從缺 如果今天你幾次好 這個領域的錄取人數 就是現在扣出來報名人數 第幾個人數比我錄取的人數還少 所以你真的錄取沒有用 那麼多來 因為我們的考試院的考試 有些疑問 平均要五十分以上 不可以有一顆兩分 所以都要 敲通這個問題 一定錄取得比較少 所以你真的要注意怎麼用 所以現在政府的資訊 有些退役將領說 我們的飛行員不夠 因為每天早上都要去領域 所以這天才去出場 看郵寶 上去百多年 所以每天要去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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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那個 人跟壓力都很大 因為二小時 所以只要在飛行機關 可是我們很多軍官 飛行軍官 是50出頭稅就有了 那去百多年 那去百多年 都很容易 他們可能可以自願 回到 空軍來 幫忙 早上由他們去領便當 還是他們正常的運作交給 這個 這個 這個建議其實 我聽到什麼 如果這些 退役的空軍 將領軍官 不一定是將領 或是校官 他們願意保衛國家 這個 他能力一點都沒辦法 這時候還沒 這時候 退役的 應該要 要過 要很深 所以就沒有可能 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 用後備戰力的 武器 就是這樣 所以 我以前 這邊是舞台 以前 按照過程 開西教招 頂招 我就是舞台 我就一輩子是舞台 那我們現在 後備的方式 已經全部 因為你這個人 有發展 比如說 你原來發展 防律師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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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邊防去做 負賓 要做一波 所以說 沒有 在全黨裡面 要做 今年是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盤點 每一個人 人 現在 現在 現在的經歷 他 他提供了好 學經歷發展 他 將助監 他未來 那 平戰喘患動員的時候 他到底要到 醫療院所 還是 幫你去打 國際 的 這些東西 或者是做 資安防護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有很多 在改革的規制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法制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到了 2017年 訂了一個 資安管理 應該是2018 有資安管理嘛 到現在 連政府都不可能 百分之百落實 這個很奇怪 如果遇到法尊 政府都不遵守 我們怎麼去管理 第三個就是 我們第一人才 建設的 是我們成立的 資通電軍 我們在台灣是 國際少數的 軍隊裡面 成立的資通電軍 我們在台灣是 國際少數的 成立的資通電軍 比如我們知道的 韓國 日本 以色列 英國 中國 俄羅斯 不過其實沒有很多 我們的資通電軍 沒有一個 要不是第四軍種 要不是第四軍種 我們只是一個 指揮部 而 其實我們也知道 普通在外面 我們聽到 資通電軍 現在應該是 入海控干子通電 現在很多國家 成立第五軍種 第五軍種就是 太空軍 因為你來衛星戰爭 太空 也許還有戰爭 所以現在一些國家 包含日本 都成立第五軍種 那最近有人說 要成立第六軍種 因為元宇宙開始 所以立後可能要化身到 元宇宙裡面去 執行檢查任務 所以以後律師打官司 可能要進到 虛擬空間 從化身之後去打官司 探紙 如果是用那個 特畢克的尾巴 所以我們自己 陳列的資通電軍 可是我們目前的規模 很小 所以我們資通電軍的 最高的指揮官 就有中將 我們一看這個 都不知道 沒有 其實我也 因為我們都在外面 我也很大 我沒有 有幾年 幾天 在研究科技 專門 一些科技的業務 到時候才發現 原來 中將 跟陸海 同山軍 是上將有差 差別的問題 滿大的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他的人才 比方說中正 國防大學 中正理工學院 中正理工學院 資訊電機的第一名 挑選的時候 誰挑 例如說 這個人是治安的高手 所以現在是要去自動電軍 對吧 那就是 因為陸海空太 需要資訊 資安的人 那誰先挑 陸海空先挑 對吧 因為他們都是上將 那挑到最後剩下的 才給自動電軍挑 所以自動電軍 從 我是 訓任之後 總統一直要我 把自動電軍 質量倍增 因為現在民謀太少 這個我都很老實 總統說 他不只到現在一年了 不只沒有增加人數 人還減少 人還減少 他比成立的時候 到現在人數沒有倍增 還減少 第一個就是 你在那邊的位階不夠高 你搶人搶輸人 第二個就是外面會搶你的人 因為外面現在缺人缺很多 所以我來 我來跟你們說 為什麼缺人 今年會更長 因為監管會 做了一些動作 所以今年非常長 人才的進途會更激烈 再來國際大廠 更進來台灣 所以這個缺口很大很大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希望 資安的餐料 自己研發自己 可能都買得外 可是這個也不容易 所以以為到現在 我們直通電軍的所有的裝備 直通電軍不是買坦克買飛檔 他們不知道要買什麼 所以都 其實大附都還是買國際 尤其美方的這些服務人設備 我都很貴 我最近 我們一個新創的資安公司 我告訴你 你給我一個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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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livro讀 acids 1.5-5-1-6-7-5-1-6-8-6-5-3-5-3-8-9-6-3-8-5-1-6-6-7-8-5-5-6-7-8-5-8-6-8-9-4-8-9-5-9-6-7-9-6-13-8-7-9-7-7-7-6-8-8-7-6-8-9-8-8-8-10-9-8-9-8-0-6-10-9-8-8-7-9-8-7-4-6-8-9-8-7-8-0-8-7-9-8-7-8-8-6-8-7-7-0-8-7-9-8-9-9-8-Q-7-8-8-9 有什麼困難就是大家都要買國產 大家都要買國際品牌 我在第二去調查 資安投入從2015到2016 吳振中當科技作為 一種建議我們資安預算系列 不用二十五票 本來去調查產業比較好 結果我們台灣的產業都說 還比較差 他說本來到了五個月 每一個單位五十萬 五十萬只要買國產的服務和設備 結果你現在給500萬 他說你當然要買進口車 所以代理商賺很多錢 資安的代理商賺很多錢 國產的自主產業沒有 所以你看這個電視 如果這樣通過很好 我們的政績卓越 組織成立的資安處 法治也有了 資通電區也有了 自主研發產業也丟很多錢 有沒有實質達到 其實很困難 因為從零到零 已經很不容易 掉到落實已經 我們說從零到零 從零到零 從零到零 更重要 你不懂得分辨 我提一個那個 可以分辨 你看成立是在資安處的時間嗎 老婆難我犯罪 他人家犯罪會 結果 另外這個議題 在當中 林權院長被宣布了 還沒有就職 所以我四月一號 以人節 我實際是他跳的 為什麼跳無垃圾施工站 他跳到世界要早上去跟他說一下 所以那時候吳政宗也還不是科技政府還不是部長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開始在籌備 準備520的時候開始處理 所以他就請我做了一個為什麼政府要成立治安局 所以吳部長雖然不是 吳政宗不是資通訊領域的 可是他對資通訊跟治安的重視可能是有誰來最高 投渡的錢也對資源也最多 還好是他 然後他就安排4月1號 那時候實際上 以德彩院士也不是國安會資源 只是我們老師被 我知道資訊界算是被分最高的目前來說 所以我就想說我就順便找他去撐撐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通訊 去告訴林全院長說為什麼要成立治安局 他聽完之後到了行政院520成立 秘書長陳美名大力反對 大家知道是怎麼反對 反對的理由不是資安不重要 因為總統結封治安是沒有人說不重要的 可是他們反對行政院成立財務 我不想大家 反對行政院520成立財務 被政府定做有事的人 被政府定做有事的人 知道我們現在行政院的組織 我可以在國安會 國發會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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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做東西起來 還可以執行 因為這樣 政策執行 做國後上的感覺 所以現場有那個協調單位 可是不能有執行單位 對嗎 可是這樣促行執行單位 你就贏了一個處理 所以說話 大家都看 我記得那時候 石澳書院長 我剛開始 我以為他鑽頭的情勢 他就說 他這樣說就定了頭 他就說 你覺得資安很重要 成立資安處 那實安重不重要 那要不要成立實安處 防災重不重要 要不要成立防災處 那什麼都很重要 那以後就不要誤會 全部東西都交到行政院來講 他說這樣有多利用 小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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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血淘單位 就是真正去執行 比現在有這麼大 好像也有 就是行政院過 在那個時候 他們定義一定是不能執行 所以當初後來 因為吳部長那時候有大力支持 因為主要是資安沒有主管機關 你其他的還有主管機關 你說還可以有什麼消耗費 對不對 衛福部 啊 資安當時弄過 所以就後來 就林選院長就拍板 因為吳部長當初大力去協調 他說他也有資安的 他也有資訊 他也有資訊 但後來林希耀部院長 也覺得台灣情勢比較不一樣 資安這一塊 可以暫時 暫時在行政院成立這樣 所以暫時 經理人就不要有資訊 經理人為什麼要有資訊 當初已經在規劃資訊資安的長所的部會 只是那時候還沒有叫蘇發部 一直到總統第二次選舉的時候 才開到定案 所以 並說 資安處等於過度了這 到近年 就會一波到 蘇發部的資安局 所以現建局也不會有資安處 到這個後 或是未來的問題 我可以看 因為現在你行政 他促進 掛行政院的牌子 都可以指揮各部會 他現在還不可以 術發部的資安處 可不可以 可是有很多人覺得比較還好 因為消防室 對不對 也可以指揮很多東西 所以五千元幾位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資安國安1.0那四年 其實把基本的東西訂了 那時候 我剛到國安會 那時候 顧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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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到 他很快 他重視的就是說 你不是只有把 跟那些組織能力 資通電區 你要看他 到底有沒有達到 我們疫情的目標 對不對 如果沒有 其實那些款 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大概這一年多 我坦的都是落實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前四年 就有一些 包含為了這些東西 所做的一些動作 因為這個比較好 所以我買的都經驗 政策的主管 比較好 比方才可以 因為組織法 資本財產業 不然 我記得我們剛才很多人 因為我們技術的人 說過的都是技術的團隊 那資安處理還要報 報的就是技術的 我記得顧秘書長說一句 顧位說 你賺一個錢 我都聽 我都看 我看你 你講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怎麼做全策 然後我記得 副業長跟 他就說 拜託你講難過 因為大家在專業 是最近台電單 有這些公園電信 電力正信 那一開始 當時 如果遇到 N-2的時候 要怎麼 把遇到N-1 要怎麼 沒有定義N-1 N-2-1 一直說一直說 說得很久 然後 後會跟 沒有人 跟英特勒 說得很高興 然後 鼓勵 英特勒就說 拜託你 說 說 讓大家職位 阿長官可以做決策 阿所以我 專業的人 會遇到 簽名是個 因為那些專有名字 就有那種 習慣 對我平常在武東 都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所以大家就在 自己客製領域 對 阿所以你都沒有主意 就說你的 聽的人 或者做決策的人 實際上不是這個領域 所以我這一年 我以前 有很多 就是說 我所有的報告 我說的 他就要 看不出來 要有 看不出來 因為我的頭部都看不出來 他怎麼聽下去 我就要做 所以我都往下 這樣交代 那天 總統希望 全世界都要產量子 AI 我請科技部給我們一些 未來 AI跟量子的戰略規劃 我就去找科技部 科技部就找了楊國英教授 如果年會比較多 才知道楊國英 因為爸爸是楊國英 這個考試 跟台灣都很熟 楊國英是台灣 台西武保送制度 喊財惡 現在 23歲 MID的 博士 最重要的就是 他都沒有那個 童年齡的朋友 因為他一直跳 23歲 博士 拿回來台灣 然後外面 他回來台灣後 找工作 不說一頓 在東港台海 然後他想 又沒有人聽到 他想又沒有人聽到 還有 李德彩院 政府去找我 我覺得 他放在台下 尬切 沒有菜 因為他講的 沒有人聽到 我們是去跟 由來中研院 他做他的業務 沒有人聽到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要去中研院 他一個人講的 就沒有人聽到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我開始講演算法 所以國際標準 他可能會有一些甚麼 理論 他員營成全世界 集 pozy 未來三年 他在那裡 彈 при 겸 要覺得 他這樣說 來訪問 我跟阿公你這樣說 我說連我都聽到230 連我都聽到 我說我 我看了一張 我就很明顯 他一起來 我有說得很好 結果說什麼之後 現在 屋立雄秘副長 我就知道 遇到特技部長 他應該要改善什麼 叫量子運算 什麼叫厚量子運算 台灣為什麼要發展厚量子運算 他應該發展量子運算 一個測試出來 他說得很好 你後面就能夠說得很清楚 我跟人家說 進步很多人很興奮 你指示清楚 我說得很清楚 他就說好量子密碼 量子密碼跟量子電腦更早 我說你要說的政策 有什麼台灣要投入透量子密碼的研究 而不應該跟全世界大陸的教徒做量子電腦 對 大家如果這樣 就要稅後 其他人都要做 要錢的時間 你錢要等到地方 所以我就說 我們來這裡工作 大家可以來 去考慮一些 回饋零件 我們未來 資安的政策才可以真正落實 所以大家各行各業 都會比較發展 所以我們後來真的就是 確定了政策 就是量子的投入透量子密碼 當作主軸 我們去發大錢 本來特殊 早期發很多大錢 去投入做量子電腦的這個部分 因為 後來很清楚告訴大家 就算量子電腦發大錢做出來 它還是不能破解 扣量子密碼 因為扣量子密碼 就是要讓量子計算 無法破取的人有算 台灣有一種做好好的 你好好多用才能去研究這個 你做量子電腦 都是幾十元 幾百元、幾千元 變成台灣生的企業 所以我們就不要算 大家聽了 感覺有努力 所以真的要做政策的這個 所以 大家都是在那裡 那你去看看 所以看起人真的要說 有決策者聽得懂 不然 真的只要搖晟 因為你說的東西太不知 像台電當時 在那裡說他沒有 他的電力在想 我後來曾文生 有靠了sense 就是基金部次長 他就說一些人為 他又說 我們現在有一條、兩條、三條 什麼 那層次發電腦 從肝病打掉之後 你要各需自己供電喔 啊同學院的大家知道什麼都要 同學院的是都要 對嗎 因為台北市 沒電 沒法電的可 那什麼 所以我們沒辦法自治 台北市 沒辦法自治自治 什麼市場就有 台北市沒有 對啊 所以如果線路被打斷之後 可能全台灣停電最嚴重的是台北市 所以你現在講什麼 就是題目就很清楚了 台電跟電波 我們過年以前的電波 電波跟電波 所以我們現在的指示 基本都很清楚 我覺得這就是 有那個不是談那個大德那種 空中樓革政策的人做的東西 而是很務實的 所以我最近對五十五很佩服 我以前 學到很多五十五都覺得很厲害 最嚴重的一個師 我都覺得很厲害 題目很清楚 因為樓化總會出現這個 跟本地黨有出現 後面也有出現 所以台電就要在二月給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天 這題目很清楚 台北要怎麼做 那市場要怎麼做 市場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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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五個月 好 好 市場要怎麼做 市場要怎麼做 市場要以進行 丟大利用 市場要從事 市場的 fines 市場你要做 市場要做 市場有 robô rights 市場要做 massung 打算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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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就知道 我剛才那個背景就是要告訴大家 很少人在電影 就去找法人去處理 我們通常在鐵直撤會公園 因為我們資風修都是這樣 那法人其實都沒有實務紀念 做政策研究的人可能是 一邊就去政策研究 看 說的都是國際國人 所以他都沒有落筆 所以說的都很順利 然後你如果痛苦了 你會說不管什麼政策 我去看科副主的律師 我剛才在那裡 我就覺得 實在是 不知道什麼 你不管生計 我們那時候科副主廠推了兩兆收集 後來三兆收集 那時候我們已經很聰明 後來還有半導體起來 面板也起來 面板跟半導體都是二十年前 阿扁正基建的時候主力推的產業 然後就突然 你找公園院啊 資策會這些法人寫出來的報告 他就在那裡講說 怎麼辦 東西你聽到我沒辦法 對不對 就是你要做技術提升 資金活絡 人才培訓把規整備 結果 資訊的領域 軟體的 就是這樣子 到了生計版 也是技術學生 資金活絡 人才培訓 法規整備 結果我規劃 我整個領域 資策會公園規劃 都是這樣 是怎麼這樣 因為規劃這樣之後 就開心了 所以 資策會的科法所 就可以分一部分錢 因為有法規整備 我一路想說 我哪一輩子也有法規 不然有一個領域 都沒有一個法規整備 所以就是 科法所一定會分一部分 那產業推動 所以MIC IP 很多錢 可能要技術提升 所以研發單位 技術廠 又可以拿到一些錢 所以有一個人 你到時候 這個經傳都要去補給 那你很難達到這種 很弱性物質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剛好看到 兩段的 政府運作 那第一段 真的比較沒經驗 第一段 真的不修行 所以那些智庫 都還是當初 留下來數十年 一種的思維智庫 都讀國際報告 把國際的東西 改成台灣的東西 我第一次是這樣的 那時候 我當時 我趕快回去 回去回去 回去回去 他發現說 我當時規劃的 以台灣計畫 的內容 百分之九十 是一腳片 從日文轉成中文 就是MIC跟IP 做國外報告 全國外報告 結果後來發現 我到日文去 跟他們談合作 看到一腳片的報告 最生的那些動 都一樣 我當時說 然後 然後到了 然後到了 2020年 一年後 就是我們 我是2020年 6月15號 本來是講說 8月1號 學校結束 學校各學期至 以前 你如果太早 廟 我如果是8月1號 我如果7月30天 我以前的年資 就會少 因為老師的年資 是 學年資 所以我們都是8月1號 借調 所以我就說好 說8月1號 雖然520 理院士 已經退休了 所以中間就是 讓其他人幫忙 所以那時候 就是 就佔大 這樣子 啊 可能後來 因為出了幾個大的 資安事業 他聯繫 就是說 還是要把一個 就是 沒辦法 到8月1號 就是 他就 我們收到 就要 資料 不容許 他們出來 所以 我是6月15號 那 那 那 顧批處長是 20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這樣打 然後 就開始處理 然後 總統就開始對 因為總統對資安這一塊 以前 沒有我提到 那一塊 從政策的方向 拿捏得非常好 再來就是 要執行弱勢 就是他要的東西 然後 然後 他把資安當作重要國安之後 他 我就給了他這四個 他就問說 他之前做的東西到底做了什麼 不能上網 那我就給他這四個頁 尤其前三個 所以那時候做了一個 到底做了這三個很重要的 組織法規跟智商店 那 可是產業 我太容易做得起 那 通常上就 真的還蠻有 但是我覺得 你當成那資安產業推動 就是經濟部 有的資安產業推動的計畫 然後總統就說 這這樣不是 他就問 不是所有東西都需要治安嗎 申請用治安嗎 國訪不用治安嗎 你的領域都要治安啊 他為什麼只有一個資安產業在推動 所以後來找了孔明欣 那個 渡未來的公司 說渡未來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全部跟五加二 每一項都要有資安 那剛好符合國際那一年 美國最重要在推 就是Security by Design 就是你在設計的時候 就要把資安設計進去 而不是出了資安事件 那去補他們的資安 台灣2020年全球開始有這個概念 所以 就指示了孔明欣 主委跟吳政宗部長 負責把所有的相關產業的牢物都放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要求組織人力資源配置 就是我剛剛講的 政府的人力要到位 然後再來就是你對資安很重要的 調查權的單位 有司法權的單位 就是保護國家的通電軍 總統永遠行質量提升備增 以後有這麼困難 後面我們再告訴大家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跟行政院的資安推動架構 要做一個調整 不能各做各為 所以會要協小就是 資安的統聯繫就跟兩岸外交付 所以現在國安會 就是總統這邊就處理兩岸外交 國防跟資安 昨天是在行政院 所以後來就協調 這樣子 這樣大家比較好做事 全職很清楚 沒有什麼 因為行政院有資安處 到時候有資安處的指揮 昨天那時候是在國安會 可能在行政院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跟資安的重要會議 都會把行政院負面長 因為他是資安長 資安部董政委 跟資安處長都當接吹 回去執行的國會 就跟行政院 政府院長 或郭曜王政府會去督導 政策條件就在國安會 大家經過了這一年的國安會 現在就輸了 那我們就為了這個組織 弄了一個叫資安專案會議 就是全部在討論政策的部隊 包含資安的國安團隊 跟我剛才說的行政院的團隊 還有一天 本來以前是一年一天 以前也是一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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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一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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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年一天 就不是太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就每個月都會有幾次 然後就會有幾個重要要做決策討論 跟分享和報告 那在這裡就開始 大家就討論幾個重要方案就是 我們你看我們剛好在2020年做的這些事情 大家知道美國資安事件統領 跟歐洲這個國大資安事件統領的東西 變成2021年 2020年美國發現了油管事件 對 就是說 古早的美食 我說一個資安事件會造成 全國一大部分 新華區 美國幾千公里的地方 沒有人可以加 對不對 然後 自來水產的率 被惡意的調整配方 差一點造成人命 所以美國現在很緊張 所以這對我們不可處 因為我們剛好在2020年就做好這些調整公司 建制 所以跟我們各國的資安合作 我們台灣可以貢獻的就多很多 所以我們就開始強化西安 為什麼強化西安大約 因為2020年 台北要選一個很嚴重的來勢 就是中友無法保障 差一點點無法保障 就這樣說 他沒有剛好用中友的卡片 這樣 剛好是在5月初 他當到520是總統就 所以大家就有點擔心說 所以大家就有點擔心說 我問你的時候 啊一個中友 5月初就把大家搞到各部會就已經 有什麼疲憂跟命令 你知道什麼原因 大家都很顧慮 後來有手工加油 還有陷阱 還有陷阱 還有中友卡 他也就是 說服的 關鍵基礎設施 包含電啊什麼 都被打下來 開始打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我還沒去擔心說 好 我已經被針標 開始協助處理這些事情 就開始針對 到底國內有多少能量 可以組成多少個資安法 去處理 歷史發生的事件 政府 然後民間 公司 再來就是我們很多 很多駭客組織的小朋友 你哪裡駭客組織的小朋友 一千球比賽 都是拿到一千三 一千四 每年都不一樣 那這些小朋友 有的自己在創業 有的當務問 那你要不要按摩得起 所以我們當初的 為了這個是從中友開始 所以我們反而是2020年 國際找了一輪 處理關鍵基礎設施 那以前 因為我們就是發生中友的來自 所以 不是代理 有一點開來的指標 就是農業 那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地方都被固點 包含台電 很多台座 他不只中友被放二億城市 你這個二億城市 可能已經站在台灣 重要的外境設施 所以他可能原來 是被五二億的時候引爆 只是可能中友 剛好那個駭客裡面 有可能不小心去引爆了 某一個點 就造一遍發生問題 就造出 所以我們也多了十天 去處理那些事情 所以五二零的時候就 安全度過 所以也是算運氣很好 所以後來 本來那個省副院長 一直要處罰中友 最後的結論 你應該要獎勵中友 最後行政院頒給中友 一個獎 不只行政院頒給中友 內政部有一個行政院的那種 類似安全的防護的MS 那種 você 去年最佳團隊的翻譯中友 原來中友有救的時候 有難過 所以他若沒有被發現 因為她如果有沒有被發現 那可能問題很壹頭 所以我們一直强調一個就是 就是治安事件發生 就跟人會生病 會療癒一樣 你不能怪療癒的人趴他走 他為什麼會趴走 他就沒有症狀 我怎麼知道我療癒 對不對 譬如現在都沒有症狀 他如果有症狀感 有發燒什麼 他一定會留在家裡 那問題就說 現在大部分都沒有症狀 我身體的控制都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處理的說 不用去處罰治安事件發生者來做 應該獎勵他們要通報 因為你通報可以協法救了別人 所以你如果有通報協助大家 應該獎勵 你如果隱密不報 造成更大的問題才要出發 所以我們這一年幾乎都在獎勵 出治安事件 再來你聽到怎麼聽出來 我每個人都出治安事件 可是當然會看那個內容 因為這個事件發生 你找到像最近有個單位 這次做紅軍演練 結果發現我們的公文系統有問題 大家知道 大家在政府的客戶裡面 公文系統沒有幾套 所以出問題這個廠商 足夠的可能超過數十個政府跟學校 好不好害怕 然後趕快叫他們 所以還好趕快都可以檢查 看看有沒有被公信 發現你們 就是我們自己的人 發現他這個軟體有點多大 趕快 所以這個應該是真的 所以就不是出治安事件 而是說因為 各位 好 我想問你們 你們這次做一次 好 OK 好 因為我在學校上 給我三條街 好 好 好 大家怎麼選擇 好 還是我們 結束 不要好 我怎麼選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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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就繼續了 那專業礦安的關鍵基礎設施法庫 來使2020年開始 重點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 我們 我們資安管理法裡面 大家定了之後 都沒有人發現問題 結果 我記得第一次我們剛剛那個 資安照銷的會議 你會提示 顧民黨是問了一個問題 問了資安處理問題 我們資安管理法定了之後 就對什麼做資安支援 他說 我們現場 有我們的資安團隊 有個紅包 也有一個 要選擇 要選擇 還跟 調查 還跟選擇 還跟選擇 還跟國安對他 然後你問 個紅包 你的資安支援什麼 蛤 什麼 蛤 什麼 什麼 就自己做 對啊 就是自己 個紅包自己做 還有個紅包也做 可是大家知道 資安基盒 總後是第三方 你自己做的是 你會 不是故意放學 而是你會 忽略掉盲點 對 有些盲點一定整天行為 所以我現在開始就是 發現資安管理法裡面 對軍事情報單位 是沒有 沒有 我們想說 你會說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的時候 我就說 我找自動電軍 你敢打 結果發現真的 他們就說 去找自動電軍 自動電軍 才找到去找一個 海陸協會 生日 在那裡 我說 自動電軍 去找一個 法人 來打這個 那些人 在那裡都說 對 然後我們開始 自然水場 然後我就跟 一些考慮說 大家開始 幫忙看一下 功課 那水場裡面 很多設備 我就考慮說 其實你們 可能一天 看時間很困難 我考慮說 你把那些設備 型號 你Google找一個 密碼找到 你可以登入 我真是要開玩笑 我給我 鼓掌回去 他說 他在去 他的電廠 整個水場都被裝下來了 就是那些設備 就是水場的密碼 沒有人敢 他說那個東西 就放 一十年都放在那裡 他怎麼知道 還要連網之後 就連在一起 他說 以前那個設備 就是他 控制電廠 電廠 水場的東西 那些東西 做的也不是 他做的 管的也不是 管的 有密碼也不知道 你居然可以設密碼 對 你現在Google 只要把他 行號特別找到密碼 對吧 所以 你就變成說 公控 為什麼關鍵設施很困難 公控這些人 對這個領域守 可是他們對知通訊 自然不守 就是 他們對水場的控制很厲害 對電廠很厲害 對美衣運作很厲害 可是他不曉得 醫院的那個 東西 會出問題 一個醫生看過 看的話 我們老師說 我們家 那個 病人的遠端控制的呼吸 那個機器 他可以在家裡看 他幫助 那個 做一些 北方來 都沒有東西 現在都可以做遠距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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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要去值班 發現說 沒有人叮叮擋 那個東西 把那個東西叮叮擋 對 他說 你怎麼做 他說 他幾號街不知道 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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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會 剛剛 醫院的治安 做過一些出人命的 因為你以前沒有 以前都是 實力 當現場處理 你現在都為了疫情 大家都做遠距 所以你各位 他先念你 看過他幾次 疫情 我們看幾次 現在看幾次 因為他的診斷 可以在線上 說 一次可以看很多視窗 看重點檔 以前 門診 一天 有一個上限 現在開視窗 其實很多看 我就知道 有很多 你每個看 都要回答 現在這都是 包括工夫 都可以自己的 費用 所以他們 天理的 以前談的情緒 是被證的 看重這個 所以 政府的單位 現在 就說 國防護 跟國安局 這些情報單位 我們九大情報單位 的治安防護 到底怎麼做 就開始定了 第三方的處理 這個還是有用 因為我們一處理 就發一個問題 這不是自己看 如果要照顧 那就沒辦法 再來就是 關鍵基礎設施的資安 需求 從供應 然後驅動 資安產業 所以說 所有政府採購的這些資安 投資 多了這麼多錢 今年會從 二、三、十一到八十幾 光政府服務 那 有一半以上 要買國產 跟服務 然後再來 開座管理 國外廠商 又關鍵 因為 現在 剛才剛才 有一個很大的 可能大家看 有辦法提供 現在工程會 為了防備 要求所有採購案 都要上 誰得標 誰得標 結果 剛才有很多廠商 被關級 然後一查看 這個廠商 是叫國外廠商 改革 因為國外得標 不然得標 5號 固域的案子 然後這個工程會 全世界都被查到 結果那個 那個品項名字 一看 就知道是做 這個資安的核心的引擎 大猩猩喔 不是大猩猩 沒關係 大猩猩就有品項處理 我還說去查 國防部的標誕 為什麼顯得這麼 一看就知道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知道嗎 那我根本不用打國防部 我就打這些 尾外廠商就好了 對不對 我只要把二層的植物 到尾外廠商這裡 還是我去想 你給我的東西 裡面藏一個東西 對吧 就出事了 現在剛才 剛才三、四年前 外交部 委託中華電信 處理一件事 中華電信 還有外交部 另外一個廠商 結果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 一處理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 都做了 結果是這個 外外廠商裡面 不只要是人被收賣 還是系統被入侵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都要做配局 就是更新版本 主動幫你更新 所以有一個 哪有這麼一個伺服器 一天做更新 所以我如果入侵這個伺服器 那大家更新的東西就是 沒有 對不對 這個伺服器管理者 就搞不好 你可能是不托 某些公司 也不托 那你也不托 那你也不托 那一家小公司 對 反正他事情很小 可能他 因為他配局 可以丟到所有的產業廠商 所以就做小問題 所以食物上 你們可以看到 委外廠商的問題 很感動 今天很感動 所以你就知道 不要沿著肥 賓賓賓賓 要賓賓賓賓 每天 一堆人都要來得要幻賓賓 而且 而且治安的hauer 正在虎咋可死 跟若不岸 跟小四周的都說 拜 teams 拜клад賓賓 出地 怎麼運賓賓 買出了 沒興 Archell 沒有人買 無人賓賓賓 鬼大win 買很多賓賓 我沒有給他一個人 不是意見的 不過他有你支持的很多人 結果他的資安保護 是五成八 我就說他一定是我們保護的 你沒有辦法幫人家照顧 他沒有辦法運使人家健康 我說五成八 我的駭客還不是幫你打你載去 我說有載去哪有打 我就叫他知道電視說 你晚上幫我打一百年 兩百年三百年公尺 你才打 不是二一成是一人 一直打他不斷不斷不斷 都不斷不斷不斷 看見兩天再去 結果等兩天沒人發現 我就說如果還可以來 你隔天你也沒有辦法 那個警訊你只有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就一直過去 上班人來有沒有警察 前面跑過去也要去 對不對 所以後來才請他們說 你用監控監控 監控保存 你做七成二十小時 怎麼會做五成八的監控 對不對 我如果還可以知道 你家是做五成八 暗時沒人管 家是沒人管 我很簡單 我一百個週休五日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還可以比防護的人 更輕鬆嗎 對不對 所以治安是一個不攻擊的 反不對稱的戰爭 就是你防禦的人 你花的時間 跟財力 可能是攻擊的人 數千倍 因為你不可以三十幾公斤 所以你要 其實要想 有一個收到要攻擊 攻擊才不會很便宜 因為現在攻擊一個軟體 黑馬 而且很便宜 有個軟體 像我會讓政府去參加一些 比賽的經驗 只要買一些美食 就買一些美食 就買一百塊美食 一百塊美食 一百塊美食買一百塊 一百塊美食買一百塊 一個YFI分享器 可以做二億勝出 可以星巴克 他馬上去掃描 星巴克的文章網路 然後之後馬上取代 星巴克的文章網路 所以你如果到星巴克 喝咖啡 用他的文章網路 看你星巴克 你分成這樣 所以為什麼大家說 不要用公用的無限網路 當然你不知道 那是假的 一日後 連畫面也不一樣 你就登錄 登錄帳號密碼刷 他跟你說你打錯了 打錯你就覺得你打錯了 然後他就閃了 然後真的有給你 真的給你 因為速度已經進去了 對不對 你不會覺得有問題 這時候你的帳號密碼 他就收進來了 對不對 他就跑了 之後他就用你的帳號密碼 做壞事了 對不對 有的人帳號密碼 是可以 Gmail一樣 銀行也一樣 什麼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軟體 只要一百塊米 就有了 我以前 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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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 4G、5G有很多 用品線網路比較少 和這個問題 比較沒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些政政意見之後 我們就很快的看一下 這是美國去年的油管事件 因為 就等到 紐州是冷的 油管 沒有辦法 送人 美國 為了這個事件 拜登政府宣布 國家緊急律令 然後之後又宣布 以後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 四同宣戰 所以我們最近為了這一句話 在研究 那四同宣戰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這顆的案子是不是可以嗎 就是說 如果 老共今天打我們這個 那我們四同宣戰 我們要怎麼辦 反擊要怎麼反擊 因為你不曉得 就是要害客人 你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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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不知道是誰的 就曉得 因為大部分都不知道 我們去搖 比如說搖的是 這個搖的是一個搖 所以這就是有一個困難 真的有一個困難 然後 這就是 有一個困難 突然有一個困難 實際上公有的 台積電的重骨 世界是委外廠商 台積電就損失很多 然後石油的附和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有多了 所以 尤其現在股區 有衛星 有多了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們這學科技了 為什麼要把世界 弄得這麼亂 這句話 是之前立法院在開公平會 他5G治安的時候 有一個記者發問 他問了一個政府官員說 為什麼4G的時候 你們不重視治安那麼多 5G的時候 你們那麼重視治安 阿姨也回答說 4G的時候我們就很重視了 可是那個意思是說 你5G為什麼 大家全世界的反應 到5G時代的治安 基本上是2020 2016升級為國安 2020我們擴大 屬於很多關鍵 2021年全世界 治安供給大幅提升 而且關鍵基礎設施 我一直幹民生的 這等於說你的 本來都是資訊系統 各自外線 那到了OG 你的民生就出問題 那之後可能你測試會下載 因為你的定位也會很一樣 你測試會被捕輕 對不對 那你很多的服務會 像水廠或加個律師過量 人會死掉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後來他就 跟那個警員講說 如果是我回答 我會講說 4G是魔採 5G開始害命 大家當然覺得生命比錢更重要 所以5G大家就更重視 因為各個東西 到了5G 你所有的這些東西 出問題 你工廠會出問題 你沒辦法工作 你無論車會狀態 你的醫療會病 無論5G更慘 無論5G現在都在做軍事攻擊 對不對 所以 像這些逼用越來越多 然後現在產軍宇宙 搞不好以後 你可以發生到另外一個事件 把我們接人殺在那裡 都類似越來越多的複雜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太空衛星的問題 因為6G之後低軌衛星開始 所以以後太空衛星的安全 他現在都沒有人處理 我告訴他人家 說你們做三個三個 我們的資安團隊 就說 沒有人是這個問題 我說 我問了中科院說 你們發射飛彈 做做解決 你們這些資安的團隊 如果你們要用泰克控制 你本來要去泰克控制 誰倒回來泰克控制 對不對 因為你們現在都有控制寫航 以前我們台電 只該出門的 李斯光部長下台那一次 台電指說 他的公控都是沒有連貌 沒有連貌 然後都是併免 不是創組 所以都有被 結果有誰出台 然後出問題 那個叫做 RCS 阿移動國聯網 RCS RCS叫Limo Control System 遠端控制系統 你可以遠端控制 你怎麼叫沒有聯網 是你走的網路協定 可能不是一般 辦法的這種協定 你可能走他公控設備 可以特殊的網路協定 所以那個公司便在原端 就可以 就可以做維護方便 那些人來這裡才能處理 所以出台電影 叫RCS 然後台電影 公司 沒有連貌 所以到那裡 很多東西都會 而且 你如果問他說 阿你這個地方 有這麼久不見 這還非常難 阿出問題 原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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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廠就是G1嗎 西門府啊 阿 阿是由你 引導維護 引導維護你沒有聯網 引導怎麼維護 對吧 所以 未來越多的問題 那 這個是美國政府 去年 大家可以看到 從520前 因為他的油管事件 一大堆攻擊 不是川普 是拜登政府 忽然為了這個東西 發佈了 國家改善治安的行政命令 國土安全部 對油管勒索的 治安指示 然後副國安部門 MNU部門 就說 在美國的國安會 我們大家看到 都是副立委 他是黨 他是大的政策 拜登政府 多設了一個 副國安部門 他的專長 是治安 大家如果 MNU部門 他一萬 他沒幾歲 必須技術出身的 資安的技術出身 本來是 民國的國安局 處理 資安部門的指揮 他跟拉法 做的 副國安部門 補接全國的資安 所以是一個 民國的國安會 裡面 也把資安用 做國安 所以一定處理 然後他是全權可以控制 政策上可以指揮 國法國土安全部 國法部 可以做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的對手 都可以 阿斯文部等等 所以你看美國這 一年 對資安的部分 大家再看 最平足成名的一個 資安調查委員會 是民間的 那連運安會 美國委員會 都是政府的 你是建要 不去當委員 所以你都算政府人員 可是 資安調查委員會 主席是 國土安全部的副部長 副主席是 是美國的資安顧問 資深的資安顧問 是政府的 不是外面的 他們那是一個 有點像 美國的資安技術 總結 所以他是很特別 在上面的 所以美國 最近 你資安的 政策和組織 變動很少 阿 我們團 台南下 最近跟美國 美國委員會 就在談一個事情 就是 拜登請他們喝咖啡 說資安真的 然後人才卻在這裡 每個人是在 共襄盛舉 他們的共襄盛舉 很大同意 在我路平找到 台灣的總經理工 你們答應的是多少 200億元 100億元 他們答應 投入100億元 已經跟200億元 資安相關的人才便宜 跟相關的人 就是有 那 台灣 可以常常 台灣的Google 跟台灣的微軟 我們不能夠 有這些 參與 這些投入 就可以去台灣 現在 他們現在美國 對資安 這個管制 也很嚴重 他現在 微軟的那兩百元 技術服務 跟人才培訓 會余二十萬 他整個收服的人 參加的人 學員 和老師 都要是美國公民 所以我們台灣就沒辦法參加 尤其我們台灣去找一個 美國公民 拿來做那個 政府部門不行 就是學界很多 可以有 如果有美國籍的 學界或重要的 可以幫我們 才能做這個 他現在定這樣 定這樣 我就跟他說 你定這樣 你會很麻煩 你所有的事情都 你美國公民 沒有人做 這方面很厲害 Google現在是沒有定美國公民 所以Google 改天還要跟他做視訊 討論一下 就是 他在開放圓滿的 資安這一塊 他覺得台灣可以協助 因為美國就是很多軟體 也能夠開放圓滿的 能夠協助 所以所限制這個問題 Google對台灣的投資比較多 微軟最近在跟上 所以其實 我早上跟中華電信總統 郭總說 他不要一直控制 我們開十幾億元 他有一個環島的光臺 現在政府在開 警察院邊的十幾億元 一段光臺 讓他們家的海洞 他們的光纖 另外 他就說 我那個地方 他就把他抓得好 我就沒了 把他抓得好 他說 他在那裡 都有一顆 我就說 阿朗 我們就沒什麼 要自己抓 他就要自己去玩 他說 他也可以把他抓得好 他有五億元 你為什麼政府還要做一個 譬如說 中華就在抗議 就因為台灣現在環島的光纖 既然有一個中華 我們說 那一個是亞太 亞太就是台鐵投資 你怎麼投資 因為台鐵環島鐵路 所以環島鐵路 就是全島的問題 現在既然政府還要做第三條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們就算保護費 我說 他說 他很香港收穫的海洞 不給他 他要來台灣跑 拿他給他一個環島 他給他光纖 台灣撥下去 他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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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Google 大家如果查一下 Google最近在台灣的新聞稿 他說 台灣是Google亞太的蘇領 是Gmail跟YouTube核心的所在 我說這種東西 你用錢買好了 所以你看看 我這次開會 我是全世界的貨物館 一名老子 還有海蘭環境 台灣要回去 整個檔案都不通了 對不對 微軟要分進 微軟現在開始 也是先做總法 未來也要跟他建 也是跟他建 他說 我說 開十幾年作為保護費 這樣看 我就跟郭祖說 你不要抗議 我們去建議 就變了 今年開始 當年就開始執行 開十幾年 開十幾年 高方國開十幾年 因為這個東西 實在是沒有錢 可是大家知道 我叫那個光蘭 那個外國 要跨台灣的縣市 他是要募全的 你如果沒有去台鐵 有環島的衛生 你其實要每一個外國 政府同意你去 以前的中華電力 是開十幾年 那樣的權盜中心 業者如果沒有錢 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去台灣 協調我們這個 國安市長 讓他這樣給予 他也是在台灣 投資 所以一定要政府協助 所以 這個投資 看起來有什麼 可是 至少吸引了 業者去香港 香港的網路流量 是台灣的 超級流量 為什麼是台灣的 超級流量 我覺得是全亞洲的 好 對不對 對 所以他現在移出來 到台灣 台灣就會變好 那以後台灣所有 全世界的內容產業的 核心點會在台灣 至少亞太 那這個台灣如果出問題 亞太什麼都不要 那這個就會跟斷導體一樣 是台灣的 人群三 所以 有時候說 這個公司 你到達台灣 真的有一點 當然缺點就是 會穿很多人 因為如果要穿到7000人 我們台灣很多公司 都還要穿過人 又像 林發科 蔡總統 拖壓公園 為什麼拖壓公園 因為公園願記 引進call count 到資金主 做研發中心 要拚一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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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2020年的 離開 我們家公司的董事會 那家IC設計公司 比我來這裡 我們來一起 辭掉 最後一次董事會的時候 他說 你營收倍增 為什麼EPS變富的 你說我要從 call count 用200萬花 年薪花的 他如果沒調薪 調百分之百 所以他第一季 就我參加一個第一季的董事會 他EPS變富的 因為他調薪百分之百 結果他調薪百分之百之後 他股價從100塊漲到500塊 因為外面的解讀 他說我這個公司是不是 太多錢 這是他們實在是不定義的 結果 我提到100塊 我就跟蔡文靜說 他那十年 他的股票 我們僑匯百分之百 統戰 整一年 十塊萬港都不認可 所以董事 他的總經理 跟基數長只好 自己全部吃下來 所以上市第一天 他們兩個人的市價都破壁 就是 因為那些人沒有了解 到後來 開始探紙 情緒又拉倒 股業的孩子 可是股價 可以EPS務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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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為市場減股 代表說 你願意 開這麼多人士 會1.5千 你來判重點錢 那你可以看到 拜登喝咖啡的成效 我們這個喝咖啡的成效 好看 好 那我們開在美國 還特別做了一個 就是公司聯保 這個是我們治安領域 一定要做公司聯保 比如說我剛剛一開始 花了一些時間 比如說 政府找不到人 很多 之中建軍找不到人 可以 因為那些薪水 去外面 很多人都會 自動建軍很好 他說 如果有很多 派客這些人 比賽得獎回來 說 他們為了這個 就弄了一個 5千 加緊5千到5萬 每個月可以加5千到5萬 所以你如果加5萬 你一個月就可以10萬 結果我沒有想說 你要去 他說 他現在在學校一個月 賺的錢就不止這個 他幹嘛去 現在 你們 有的設備 就是發漏洞 找漏洞 幫忙這個設備 找到漏洞 這家公司就贈他 比如說 你暑假的 找一個 LGA聯網 電視 可以被入去 所以我有一家 說 你以前 阿公媽媽說 你的電視 你看的電視 在被入去 他就說 你看的不 對不對 這是聯網 因為他現在已經變成電視 電腦螢幕 手機 電腦什麼都可以 因為現在都在一起了 可以 所以他是可以聯網 所以他就是電腦 所以他可以被入去 他就發現一個 LGA的電腦 就把LGA通報 LGA就送了8千 兩千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很麻煩 會趕快 8千 很麻煩 對不對 這個 我們台灣 台灣是 一個哈姓 發現 狗狗龍 這個 歐多巴龍 他就直接去門外 打拳 他就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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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叫不開 我們 我們是 我就說 狗狗龍 他要送 他就 他就 他知道問題 他都會改 改了 現在你賠 越越越好 你賠出問題 如果賠得很好 他出問題 你的回收起來很快 結果他去人 做我 他去各位老師和學生 國外是 隨便你將軍 他喜歡查很清楚 你發現我的論文 我會生很多錢 對不對 所以 這是台灣的國外 國政法 還撐住 國外是點什麼 農 然後 這就是 銀貝金屋公司協力 什麼都是這個大國西 都是世界 那個 現在產值 前幾年的國西 參加這個 我們現在也 按照這個做法 去扣我們 因為政府沒有辦法 坐那麼一人來 之後 就有一些高手 兩在民間 那 我跟他們做 有重要的事情 他們可以協助 政府來處理事情 這些小孩其實都不錯 因為我們台灣的小孩 我有一個很大的理想 你去參加比賽 去訪名給你改 那些小孩都很不舒服 心態出來 所以他們看到中國 對於很辛苦 基本上就是很辛苦 因為中國都會不代表自己 創意 不可以去台灣 不可以去什麼 很辛苦 所以你都不用說 我都說 這都不用講 他們就是天安 那就是台灣 公司區區的 應該出事 我叫拜南天白 全國人 把他調回來 倒三缸 他也都倒三缸 所以我就對這些人 覺得真的是不錯 那後面就比較快 這就是 你們就開始 做公益鏈安全的規定 所以我們未來很多東西 都要減貴認證再塞 不去國外 所以我們現在要建設 成立認證實驗室 驗證實驗室 問題現在這很多 美國現在是定的 驗證實驗室的申請 它一定要是美國公民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 你台灣設一個實驗室 由你找一個美國公民 來找這個實驗室 不然你就要做一個東西 譬如我們台灣 資通 譬如我們南京資訊 做的電影 驗室 做那個 軍揮的工業電 像那個 跟那個貴婦團的 阿爸七指針機 電過完就是國民 他們就要送去美國 驗證 因為台灣現在沒有驗證實驗室 因為美國現在是定的 問題很嚴重 現在有這個資安 你覺得會被 人會被收 他不相信全世界 只相信美國公民 我一天說 你還有美國 他這樣肯定不可能會成功 因為美國的供應鏈 你全部都驗證了 你做不出一個東西 因為其他的民主建 在台灣都其他國家 你不讓這些國家有驗證實驗室 你東西送到美國去一個月 半天半年 你告訴什麼 你怎麼做得出來 阿可是最近對於資安這個議題 就是把它當作國安 甚至人員查核 攀共 特別如果出於攀共 在我們過年的時候 練到的很嚴重的 法務農 要由你半導體工作的人 所有的員工 要給政府練習 你出國去哪裡 要給政府 尤其不能去中國 就是不能夠離職去中國 人家的技術會有用 台灣這樣做 我像那個專科的廠商奔排 會去做 人家這樣做 有啊 這就是人家也是 人家 我們只要考慮紅紙 研華 這個大工資 這間工資 公園的東西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公園的包含民體 包含很多東西 你如果有入侵 你有所有的東西 我公文是 大家都公平 公園的設備 大家上網的設備 被入侵 要把世界的技術都拿去 所以很多東西 美國現在還做工業安全 就是這樣 那歐盟這個 就是 我們主要能夠 有一個 宣布的公園安全 這個政策 就是 邀請做這個 台灣是因為 公園安全的合作伙伴 美國日本跟台灣 被他們認為是 公園安全合作的伙伴 所以代表我們 被認為是 比較安全的 不過台灣比較大的麻煩 我們有很多 青雄的工廠 你叫做 不然就是 市場 你叫做 像聯花科 他有30%的錢 你叫做 所以聯花科 為了賣給華為 他是一個寫私的 所以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要買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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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種管制 對他們影響很少 他們應該會想辦法做 甚至可以跟美國談判 你不從我去看 你要給我 台積電就要到多少東西 全球資安的台缺口 光粒亞太就超過200萬元 還有新的這種 我們最近在處理Deep Bag 像正義訊息裡面 就會有這種 影片造假的問題 這個也都跟資安 會混在一起做處理 所以你看到的影片 以前說 連見尾片 以後 連見都附近尾片 比如歐巴馬這個影片 當初放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是假的 後來告訴你是假的 那這些變來越浪費 所以你要做這種 假的影片 我們現在 沒有花很多錢 因為那些片 現在都放不放你 放出來 所以你只要給你的影片 彈出去 你做一個影片 所以 就是說 現在做那些事情 成分很大 防護成分很大 好處就是說 這個領域的人 不會死 薪水會越來越高 所以 也先睡了 沒白了 你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都在想 各種的辦法 在處理 也讓大家知道 點見不為平 你不看處理一下 假設哪一天 忽然有一個 老共恐慌我們之後 忽然大家早上看到 蔡英文總統說 我們覺得台灣不能犧牲老百姓 所以我們要投降 或者是什麼 大家就知道這是假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一直在做媒體的 讓大家知道說 總統不可能說這種媒體 所以你如果聽到這種媒體 因為你會分不出來 這個是像這些東西造假會影響很多 就是說它會讓你的電腦程式 誤判 誤判之後你無論車 你看到的指標可能是停止 結果它這樣 你看到指標這樣你右手 結果是停止然後就撞在一起 所以這未來做得很多的 我們比較再看一下 我們最近2.0是去年開始 就是說前四年1.0 後面我們花了幾年多吧 後面這些要做的東西整理出來 主要整項工業鏈產品資金 跟大家剛才我說的 我這幾年問題要怎麼解決 在國際合作的過程裡面 來解決這個問題 台灣又是一個全世界 我們是被攻擊的頻率 應該算前幾年 有些報導是第一 有些報導是第二名 有些報導是第二名 有些報導是第三名 可是全世界攻擊來源 中國是二樓市長 不是 台灣 日本的報告 日本被攻擊來源 日本人是90來自台灣 對啊 對啊 就是因為你看到 那攻擊來源不準 東南亞 印尼最早宣布的 它的攻擊來源 90幾來自中華電信 所以我就跟中華電信 你的網路是怎麼觀察好 因為齁 因為你大家都可以 直接被MVP 就直接攻擊 所以你的攻擊來源不準 被攻擊可以準 所以台灣本來是全球 攻擊來源跟被攻擊的 都是大的 搞不好都是第一名 因為至少東南亞的攻擊 幾乎都說是台灣的大 我們一定是真的不可能 一定是大 所以這也是一個台灣的 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要做說 我每天這樣被打 這樣每次出問題處理 很累 我能不能早一點 做一些比較主動防禦 就是我到 你家布一些點 或者你家的旁邊 水溝旁邊布一些點 你一出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可能要來打我 或者要做壞事 所以我們就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當然不能說我們去攻擊 所以我們說我們去做主動防禦 比如說我們在某些地方 甚至在對岸 可以布的地方 我們就布一些點 當有駭客 或者知道這一群駭客 平常在偷銀行的 找不到證據給他們抓他 我們就在他附近布一些點 只要他的動作 就有警訊 那就可以早點防護 至少不用整天疲疑分離 所以全世界 突然最近大家在談主動防禦 就是早期運行 緊急應變持續的運動 我們另外一個字叫做 數位任性 這個就是2.0裡面我們提到的人 防禦跟產業發展 因為你如果沒有產業 這些人培養的人 他沒地方去 沒地方去他就會知道 像我們駭客的這些 四千元比賽回來 這十幾二十個人 有一半以上不在資安執入 因為Google用兩百萬三百萬的瓦碟 台積電五百萬瓦碟 也發客戶五百萬瓦碟 你說他們便宜留在自己創業 很辛苦 對不對 在公信都玩義勇高薪聘這些人 在Google的 Google台灣團隊沒有做資安的 他資安留在總部 微軟台灣團隊沒有做資安的 資安在微軟上 因為資安通常要向上指中看全面 所以通常在國際大廠 資安一定在總部 還好台灣有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趨勢有一兩千人 是整個總部在做資安 包括培養不少人 這個就是我們在推的 需要行政院的方案 或配合我們的政策去做調整 那主要就是說 怎麼把政府關鍵基礎設施 跟資安產業鏈結 然後重要的是供應鏈安全 跟人才的培訓 所以我們政進的重點 大家希望說 我們這些資安產業 能不能產生一些獨角瘦 讓人才不要都指望 那些其他的工具 那後面就是我們幾個 包含大家看到的 我們在這裡事實上 所以我辦公室也同時 負責幫忙處理書發部的 推動的業務 那就是因為書發部裡面 之後會成立一個國家治安研究院 所以以後我們會有一個新的行政法 那法案就通過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書發部 在年終成立 成立之後就會開始 有法人的準備 所以法人應該也在今年年以後成立 那底下就會有現在的技術 還有一個新的資安卓業中心 那這個是台灣的資安能產協議現況 事實上是遠遠不足 好 現在開始CET大學裡面 增加80個失職員 問題是80個 很多學生想請 像台科大鑰匙的畢業 因為沒有科技 不能用科技 對 問題就是 給我 因為產業 很好的 都有 一樣都沒有 原來沒有什麼 不能挖獎 因為你如果不能挖獎 是我們的行政 你如果變成私校 不要被鼓勵學校 那可是我們資安高手 實際上不一定在鼓勵學校 台灣最早資安的 學程 學群 社團 那些人 其實他們都不是台大 台科在交代 現在為什麼台大 台科交代 這不是 他們大學都是 補助理大 老師 原製中原家 還有那個同家 因為 生產不太好 這個小孩生產不太好 人家會以前 不建成會 對啊 所以 比如說 台大學都是私校為主 因為表現很好 所以他比賽得獎 所以他申請這些 台經教育 台科大學都很快 所以他研究所都在這些學校 可是他的大學也是大很多東西 所以你如果是私校的老師 都會叫 通常大家會造成問題 所以後來再步就是說 不能挖腳 不能挖腳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是屏不到的 你不管食物理問題 是屏不到的 原來是說產業 通常是有配一位人 通常在業界五十幾歲 跟學校跟學校 你約二十幾歲 可以做 所以現在 看到大家可以介紹這幾歲 因為現在第一年幾歲 是資產 台學部裡面 台學部裡面 會增加 人民的增加幾百的台學 推增報酬 本來沒有資安 這個裡面 現在幾歲是在這個裡面 研究所 因為 你有一十個老師 你也會 研究生 一比四 他都 過會研究生 不過這才騎的時代是 再說 現在的時代是沒有 你看 台科大學 大家說 現在有人 騎你的這 你看 請問我們 多幾歲的體育 跟學校 跟學校 來 你什麼叫探錢 說 體育人才 還有生活 有什麼 不一樣 那錢 探油 他現在比較大 像台積電很多 副總 又是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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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 光光鼓勢 都有好幾億 以上 所以他怎麼 剛才隔離 又增加了 那每天 去訪問一百 對吧 你剛才很討厭 我覺得他沒生完 剛才都沒有他 有意 所以他要做 做兩次 所以 過雙領才 大家哪有 建議的 我現在表現 你國安學院 對 國安教 同團隊 這些 都在一起 建立我們叫做 TWART的團隊 我們也叫六塊基礎聯繞 會比較就是 關鍵基礎設施 所以1.0的時候 是鐵三角 只愛鐵三角 2.0的時候 六塊基礎 團隊通常會變成基礎建設 這是哪把 哪把人說 你鐵九通常會優來這裡 有什麼 統統要的 資安的情報來源 的勤收什麼 很重要 還要調查 是你國安局 尋找一個 你跟不來跟優來這裡 你前四年 是讓自己有點可惜 所以就跟建議說 我就跟他講 因為我來的時候 就要請到 所以有時候請到 10倍還是蠻重要 不過我去可能 我們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 要跟他調 這樣 因為情收跟 搜查 你沒有他在身邊 發生什麼事 你都不知道 你如果把情收跟 搜查 調查 當個情報在身邊 所有資安事情 你就可以掌握 而且不會出現大問題 這是現在運作問題 所以這一年完異 這樣你做了 總共有十多年 政府有一個團隊 開記者會 發生什麼事 每天都要同步一下 互相 你人力不足 資安 我就說資安不用太競爭 與你合作 做不到 你不用信任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幾個 重要的資料 大家常討一下 國際合作 這些各部會的力量 比較特別的是 這裡 我們是一些民間的團體 成立一些高科技的聯盟 那是怎樣 你經常民間出事 他不敢去報案 那你要怎樣去報案 他不報案 他就叫他 他叫我們 勒手 我就是一次 回去 中小企業協會 找我 他說 李老師 你現在直接來做座檀 他也說 他們監視會 接下去 那些人叫勒手 中小企業 沒有這個 1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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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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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萬塊 1塊4萬美金 所以也沒9塊 所以他就這樣說 哇 你公司這麼厲害 拖8塊 你把三架三架 8架 你又不敢敢 裡面 我這個 大家說的是 研公司的工程師很厲害 8塊 8塊 所以 8塊 通風 人家說 8塊 就8塊 他說 這個可以三架 大家怎麼賣一架 他說可以可以 可以三架 怎麼三 所以那些工程師都給大家 教我 怎麼看 怎麼去產生這樣的聯盟 很重要 大家都個別去找人 大家都跟他講 所以後來華碩 就被公司之後 他就覺得華碩 他真的把你騎船 高科技產業務 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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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的 資安協會 最近 台積電 剛才是台積電 台積電 就是華碩 學弟 所以我公司其實 應該出來跟人家分享 你出事 你要怎麼改革問題 你現在怎麼去做 供應鏈 這是很好的案例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的供應鏈 原來是 過了 我做得很好 其實改天 你可能想說 我現在幫你尋找 他要看 他不是在你的聯盟 裡面的資安沒有做 你又沒辦法看他 所以我跟他說 你應該擴散到 整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的資安 的行為 都不是只有你台積電 的供應鏈 你供應鏈會動 所以我騎了一條 他老闆 你覺得很好 你覺得很好 不會有一個國際 半導體協會 去推資安的 架構跟標準 所以我們整個半導體 資安標準 是台積電力 以台積電力 有助到的利益 所以以電力的運動 是標準 所以我們有半導體 資安標準 台積電力協助 那高科技 就像華碩開始啟動 台積電力 以台積電力 供應鏈 都被要求 要做好 不然他就不買你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開始 沒有的 我們就透過TW社的信息 就是台灣 全世界每個國家 都有一個 資安的通報中心 全世界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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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外交 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 你怎麼看 在虛擬世界 這個協會 左翼 虛擬世界 你看 紐合國開啟 就以色列 不能在德蘭高地做什麼 以色列就不管 就更進去 很肯 叫人家不能做什麼 人家就更做什麼 所以 聯合國的決議 懂 可是你看 ICAN的決議 就是虛擬世界 聯合國的決議 他說全世界 只能有一個 通報病變中心 CC 全世界的標準是什麼 網路的標準 黨的都遵守 連老共都遵守 北韓都遵守 俄羅斯都遵守 中國的叫做CN社 一個名 台灣PW社的CC 也沒有控制 也沒有控制 你不能叫台灣社的CC 日本叫JP社的CC 全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CC 大家都遵守 對不對 這個東西其實好好堅決 你網路世界的人 都反對 對中國不友善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幫我 你去中央之後 你所有人都不可以 擁有 對不對 你還可以擁有 所以 這個 這個 虛擬世界聯合國 就是好競爭在台灣是不錯的 只不過我們看到 老婆都說 這好像有什麼事情 因為以前他們的人員訓練 他們的人員訓練和執長 就不會把這個 這理由可能也會回去 去司法部 現在網路上有些人 可能會提到司法部 最後這幾個就是什麼 這是華碩一天有錢 來行政院分享 他們的經種經歷值 做的託人員 他們說 民主資集團 那些人也說 做一個東西 包含建物和民間 這些是他們自己來製作的 他們自己集團做很多東西 所以這是他們的投影片 他們高科技聯合 他說他們在找中央企業 他們的公立聯合 他們就說 他們 我以為這個高科技場 投影片 也做好 有些叫 slogan 他就用少認訊 多認訊 要做這些東西 這都是他們自己的 高科技材聯合 現在是華碩的主導 那這個就是 透過這樣子 台灣的 其實這產品都太久了 整個都太久了 而且 像這兩年 以色列的資安公司 有20人 就到美國去IQO 秦菜就是MV金 二十月金 也幾個百億代表 你看台灣的很多公司 資安公司 大部分的營業額 都兩億以下 資本額都是一千萬以下 因為他們不需要錢 他是人 所以你看很多公司 很賺錢 他就 都百億 都是資安比賽冠軍 這些團隊回來採取 你資本的五百萬 一年做得很厲害 可能講踏車變跑車 那你很高興 對不對 我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這樣 會缺點就是 你已經在台灣 那本來發電話 他會來去台灣的市場 所以你的市場值會越來越少 我每次都問 我們很熟悉的 好朋友幾個公司 台灣有全世界第一個 就是中文的搜尋 請教班淑藤 班淑藤成立的時候 Google還沒成立 Google1998年才成立 班淑藤1995就是什麼話 1993提供服務 東極有三台設備起來 在外賣東西 1993年的時候 開始提供服務局 他幾點 1995就已經恭喜 Google1998年才成立 騰訊啊 都沒有怎麼設立 結果他沒有做中文 我收台灣 結果有單獨 去台灣台灣 台灣之後 你就算起來 因為你沒有國政權 所以你會請名指揮院 你以前的習慣 如果你建議說 既然我希望台灣有自主性 我做中文的 會做Google多語訊比較好 我會想說 這不是這樣 我們的只做一個語言 沒有比人家做多語訊好 Google不是用每個語訊 去做翻譯跟處理 制譯 他把每個東西都當作資料去做指定 所以不管語訊的文法跟那些東西 所以換你這麼順利 不管什麼語訊他都可以使用 所以他做多語訊 比我們只做中文的 做了素實力 中文可能是在裡面 翻譯還更好 比連結做到翻譯才是改變的 那多大的翻譯都是中文 斷詞 斷詞要動詞受詞要抓出來 然後你做這個意思 因為否則你如果抓不好 你腦科會變成電腦 你考電腦科學 腦科會出現去腦科學 化石會出現 一化石有攻勢 對不對 連戰會出現連連戰爭 所以以前我們要處理這個 所以我們處理得很好 就是後來就有無路打敗 那這個是工業局的 這段圖我是覺得有問題 不過anyway 我們可以把人生圖 參考一下就好 因為我來 像台灣 我來像國費的比率 是1點多 台灣10點多 那我 我跟他說這個 都不是一個問題 概念港 國外變10點多 還是比台灣少一點 我說 那你等一下 國外1點多 台灣10點多 那幾年 國際的資安產業成長很高 連國泰司法的ETF 一年10元開始募資 ETF 通常一年10%很大 國泰司法的ETF 沒有半年 那10元就起到35元 等於說連這種ETF 資安產業的ETF 半年內都可以成長這麼高 你怎麼會說國外資安產業 成長率只有一%才20 這就是我們把人打的問題 就是說,他知道政府的人要聽好話 所以他都把國外交給了 大家都很好 你如果把這些把人每年的報告加起來 台灣現在可能是全球第一大 因為當年成長,我們把人的報告裡面沒有 我們台灣這數十年來沒有往下走 每個產業都很一樣 所以你畫公園制作,這是公園 我告訴我,我是跟我們問的,我是怎麼做的 跟我們做的就不一樣 那產值也是 2026年,我們的時候,產值 我說台灣的產值已經有六百多年 未來幾乎九百年 我說我們台灣,五百多年有什麼 那才叫人家就變三百年 然後現在才說,到2020年才到五百年 其實我不是質疑那個時候,我就想問他怎麼算 所以你看他們的數字,很好 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八人 怎麼會變這樣,其實是政府的問題 代表政府有一個官員喜歡去討論 對,不喜歡我任內,那這個產業也變不好 那如果每一期農政成長,我們現在還要四十五個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怎麼讓我們打算長客 對 所以說這些是我們現在做年處理的五分 因為這是國政人做,很重要 全世界的公民都做的 這人有很多問題,你如果在電視的金片 其實是八十五位城市 其實是你所吸水時都要做的 對,以前大家都沒有注意 金片給了八十五位城市 對,那你又做的問題 這問題是我們一個國家,很少人做的 經濟也有很多的八十五位城市 所以華方最近做經濟的治安 你希望你做那個晶片資安 所以你看,你希望的股票 有六千百塊,會不會去到二千塊 他三個都沒有做 我說他要做資安來的 所以你看,資安是可以 購買國,最近很開心 最近大家都修正到 也賞很多,就從兩千多跌到一千七千塊 還是賺很多 其實他的改變 他說他現在未來要做自然晶片 這樣 未來啊,這個部門還沒賺錢 只是倫夢名 所以大家都有得很高 這就是成熟度 美國主導 供應鏈安全要通過CMMC 可是CMMC的驗證實驗室 現在只能由美國公民去申請 這是,看這幾個月 最近一直希望說 可以改變這個政策 你全世界供應鏈在外出 其實不只台灣的問題 一部分也是 中國也是 你說很多民主建 是來自這些國家 你不讓大家參加 你的供應安全的認證 制度 你都只規定美國公民 這個就不可能先公民 大家想要知道 這就是資安產業民主體 就對了 這就是 我們官方議員的副立小律師 他在回來後 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回來後 他就可以接受訪問 因為我們回來後 很沒關係 然後他就可以出門 他就可以出門 他就可以出門 我們都可以出門 所以我們怎麼會出門 自動電視訊 他就可以出門 他就可以出門 因為他可能就是 我們自動電視訊出門 所以他的出門 只能陪著總統出去 所以有什麼時候 尤其 尤其 輸出身的 我不知道 防護律師是比較活潑 以前有什麼 你知道 這段會議是都找到 所以我們要去 說 是不是 2.0總是應該對外講一下 然後 總統有說 這不是媒體 這個資安 這個領域的人 至少要知道政府的政策 不是對媒體的寡宣 所以他可能在去年第一次接受 做IT Home 每一集 把那個 資安大眾 去年是全世界唯一實體的 因為大家都虛擬 總統不是 所以他們的 政策電管為封面 就是 正式對外宣布 資安管2.0 這是他 所以 要通資安 資安周報的主題 說 本來給他們 採訪 這感覺 國際的 他們都 都不會 就 只有這一個封面 而且 而且 規定 他不能做電子版 只能 變成現場拿到的人拿到 所以 在電子的版面裡面 不呈現 因為避免說 太高調 在國外 一國外出 好 人知道 所以當時 一些處理法就是 就像2.0的 北方書法部 又到 民主 這些核心產業 現在重點是 宿發部 還要落實 再來 六大核心 那 以色列 青菜公司 如果五百元 有錢 也會有錢 你看我們現在說 有的公司 青菜都 幾千以上 就對了 所以 有的 資安產業 以色列 青菜公司 有一個公司 有二十多個公司 IPO 都有二十億元 對不對 台灣這個 查詢 所以這個是 最近在努力的 目標 這個是大概幫大家整理一下 這一定 剛好最近 要五二零 所以幫忙 整理了一些 到底 這一點 資安相關的 在組織上 法治上 處理的事情 剛才都大家說 直接在補充 就是說 現在大家處理就是這個 大家如果去GOOGLE 最近 就是 政府有的金管會 十二月底宣布了一件 重要的 資安政策 就說 一年一年 一年宣布說 金融證券 保險 不是金控的 七十幾家 要比照十七個金控 有資安長 資安處長 至少兩個 資安 端產的人 所以 你一人 每間都要多四人 就要給資安長 資安處長 你如果比較大的 保險東西可能不及四人 他通就要行 然後因為 後來我們覺得說 資安產業推得這麼慢 乾脆把需求快一點推 賣官不夠人 現在不夠人 產業起來 需求起來 其他做其他的行業 賺回來就能做資安 不一定要資安 自己的資訊 你資安可以做的 可以看好做 比方說 做中油的人 可以做資安 比資安的人去懂 有快很多 醫院的醫生去做資安 醫療團可以做資安 資安的人去了解醫療團 對你做 容易做的 所以就Push了 金管會做的一個 就是今年 本來金融這些保險 今年第一季 他去年底臨時宣布 百億以上的公司 今年底以前 全部要有資安長 資安處長 跟兩個資安專業 所以 可能有一百多個 百億以上的上市 全部都要有資安 這樣加起來就要 加多少人 加多少人 每年呢 2023年以前 所有上市會公司 千幾間 只要沒有連續三零虧 全部要有資安組織 所以一千年 差不多欠要一萬 百億 這是產業無論 其實他們都 我知道很多公司 不會聘四個人 像中國信託 可能就有幾十個人 很多金融保險 還有華碩 他們現在成立 就是幾十個人 的規模 所以你會發現 最近的規模 他這樣選擇 大家上市會公司很緊張 那些資安誤問公司 選擇後就要考試 因為他的資金問 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第一步 你先找誤問公司 來把它規劃 第二步才導入 還找 所以說 他這樣 這時候 這些規模的公司 很多台灣 很多都是國外 因為比較大的公司 找都是秦業 安詠 安詠 這些比較大間 不過現在很多人 都走去做這種規模 因為行李婦那邊就好 我欠 才說產業 欠再一個 你政府哪有可能 你看 辦勞體 台積電自己 使用 又八十個人 所以那個缺人 缺人很多 再來 要求上市會公司 要有 最近公布的一個 就是上市會公司 一今年開始的年報 要去說明你資安的投入 包含你的組織 你用多少錢 用多少錢 這主要是讓民眾知道 這件公司 如果不重視資安 以後他出事情 你公布的勞 你可能要注意 所以 政府會現在對這個 要求 所以等於把需求面 一年內 固然大獲得 最近的一年 會缺很多很多 因為這兩年 國際大廠進台灣 在擴廠最多的 台積電20230擴廠完 然後 Google 微軟 阿瑪特 大概都這幾年 摳看 全部都是這兩年會 我這行為算台商會有 所以今年 一幾年 為什麼經濟股票會漲成這樣子 就是因為 你們整個產業結構大改變 需求增加 當然 昨天跟國外 都看到一個問題 是說 你產業會不平衡 因為疫情 所以無業會很慘 所以你看台灣的旅行社 那些一天才有進來 因為你們說 阿可是電商 你看摩摩台 對不對 摩摩的股價去到2000塊 有什麼土地 對不對 對嗎 對嗎 對 阿大家就不公平 大家在家裡沒什麼 就買摩摩 對不對 阿PCC號 沒有什麼 我還要去 跟陳郎製作 你自己做得不好 因為那個介面跟感覺 查清楚 偶爾說 我在家裡看 櫃檯 放著管理魚 放著都是摩摩 蝦皮 基本上看到PG號 所以其中的顧客就是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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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看到 產業 結構 會 不只 我們現在說 航海王的 不表達 實際上 你看這些電商的 資通訊的 都佔很多 阿可是 服務業 餐飲業 旅遊業 很多都會 變得不好 好 那這個是 所以總統大概每次都會參加 資安的相關的 大的活動 包含 這個 你看 駭客年會 這個是 南部治安大門 或者總統在推 一個是高中的 資安禮節式的比賽 這是 服務部長 所以公務廳去看 得了冠軍回來 總統接見 裡面 整個戰隊只有 一個女生 那 像姚家一般高中生 人家也做 高中生就跟總統講說 學校不希望他們學資安 他說學資安 大家選擇做害科當壞 他說老師跟家長都說 你不能做壞 所以不能學資 北英里一個同學說 學校老師都不准他們做資安 說女孩子做資安 不行 總統就很生氣 說 女孩子都可以當三軍統帥 為什麼 怎麼可能女生做資安 因為資安要很稀稀 對不對 所以 吳部長就馬上辦了資安禮節式 就是剛剛的這個 資安禮節式 去年第一屆辦 大家都很緊張啊 因為我們在招高中的培訓 大概女生不到一層 就是在做培訓 每年教育部的資安能力 在台科大跟教大辦 大概一年可以培養幾百個高手 女生大概連十個中間 所以當初要去弄比賽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哇你高雄我也不一樣過敏 還有科技部很認真的處理 找了各高中 比如說去睡眠老師啊 去辦活動 結果來了快兩千人報名 報名之後 以後這個得獎者可以保送大學 就是配合的 然後接著問題來了 就很多男生打到教育部去看了 他說女結師 男生不能參加比賽 就可以變成保送的條件 所以今天更不可能 一些比賽要開放 某些男生 因為有保送的又有多保送的 所以不需要一些比賽 大家都可以 當然女生他們希望是維持住 因為他很有特色 那我想今天我的分享 最後就是用那個高科技聯盟 最後的 就是說資安其實是一個信任 所以我為什麼叫創設 對於你 資安你必須 你出事我必須去你老子 來配合 所以如果你不信任 其實我們很愛處理 現在大大問題 有資安問題在說 你出資安有多了 你都不夠 你總是你點到封門就知道 我還沒到之後 其實你不知道你的海客是做的 所以你重新去做之後 我還可以有海 可是你又不讓我們去 怕我們知道了之後 對你 所以我們現在很麻煩的 這個就是 那 這一次是一個 怎麼建立這個信任跟服務 對 好 我今天大家第一次 有太多時間 做一個文章在這裡 可以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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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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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想要來去教我們的醫教學 所以我們後面掌握經驗後 讓大家介紹來 所有人一起掌握 介紹感謝